今天是小年夜 马前总统是由大姐蚂蚁男陪同 到住家附近的新龙市场去买年菜 同时也发放春联 而这也是马妈妈 秦后修2014年5月过世之后 马前总统第一次买年菜 至于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是不是要废除党员联署门槛 那么今天前总统马英九表态说 废除也很好啊 真的好久不见 这是马前总统母亲 秦后修2015年4月份过世后 两年来第一次在小年夜买年菜 这次改由大姐蚂蚁男带队 都是老朋友了 打折算便宜是一定要的 只是来到马前总统最喜欢吃的水饺这一摊 哎呀 马前总统明来的太晚了 对 杂酱没了 杂酱没了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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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马大姐逛市场经验老道 看起来熟门熟路 马前总统则是在一旁负责跟摊商拍照 握手寒暄 发送春联 还针对国民党主席选举 是否废除联署门槛发表看法 我想这个中央党部已经知道了 他们将来也许就会做比较从宽的这个办法 如果能够废除也很好 他明示支持哪一页 你今天参选的人大部分都是我支持者 当入席选举五强争霸 闲鱼好无助 除了红秀族之外 有四个人赞成废除党员联署门槛 马前总统也跟进表态 明信刘焦阳 陈伟宇 台报道